平川收敛禁天天涼不瘦 大家好我是平川 最近突然有一个想法 想把FQQ打职业选手的所有视频 做成一个和解 你说这个想法好不好 平川是想观众可能开心 但万一FQQ把平川给删了个怎么办呢 好今天第一场 我们看一下这一次FQQ 已见的是精灵王 我们国内的DI精灵精灵王彩色 好我们看一下本场对抗 双方的一个出生点 威亚地图选择是NI 北部主导 出生在地图 右上角是蓝色的暗夜精灵 ID叫Colorful 彩色我们国内的第一精灵 彩色精灵王 好我们看一下他的对手 出生在地图的左下角 红色的人走 ID我三Hill FQQ 就是大Q神 这是双方在OF上的一场战斗 好我们看看双方的一个开局 看FQQ的开局 感觉想拥有中立开 先造兵营 后造祭坛 应该是中立开的一个打法 之前两个人其实也打过好多次 FQQ的话首发 用过熊猫 用过血法师 这一次我们看看他会用谁 好 彩色这一边的话 依然选择的是窝的 守望 在顶尖的职业选手当中 彩色防TR能力比较弱 是一个共识 尤其是英伟 经常用什么亡灵 受阻 各种TR彩色 这一次我们看一下 用FQQ 看看会不会用一个TR的打法 来打一下彩色 好我们看一下 彩色这边的开局 还是中规中矩 前期的话 速练级 把守望练到三 三级之后 这个守望就有点猛了 可以去对方家里 突突弄 杀杀英雄 好我们看一下 FQQ的话 第一个步兵侦查 第二个步兵 可以选择一个合适的英雄 彩色的守望 走出祭坛 来了来了来了 守望 开始练一下门口的一个544 看一下能不能整个大栏出来 FQQ这里的话 哇选择那家 FQQ用那家打暗夜精灵的胜率 其实也不低的 反正他打很多路人选手 成功率还是比较高 这一次 他打这个彩色 看到不能赢 其实FQQ的话 在正式比赛中 用那家打Lolit 我记得赢过一个小比分 好这一次的话 上来两人相依 这边打了一个抽篮棒 完了 那家一看到这个守望 感觉有点整不过对方 对方各种独标 好 FQ家里冥币敲了出来 看见大哥被守望各种调戏 赶紧过去冲一波 那这一波的话 守望还是撑过来了 我们看一下彩色家里的话 放了闭牙 月亮锦 火月亮锦已经快三个了 三个月亮锦在 那守望可以疯狂的喝水 水一多 那家就保不住 那家现在没有东西 可以给他加血 这里步兵提前卡位 卡一下这个守望 不要让守望再蹭到自己的那家 双方的话都非常的小心翼翼 四个步兵 站好位置 随时保护自己大哥那家 但是守望井水喝满了 马上又可以毒标 各种来毒你那家 另外一边的话 这边AC已经开始射边这边的一个塔了 那步兵要去搞AC 那家就没人保护 那家只能一个人跑 这里FQ也是非常的细 另外一边 哎呦 这里还收了一个抽篮棒 抽一下你的篮 那家现在血量不满 不太敢跟守望硬刚 好FQ够的话 这里步兵先把这个AC妹妹给赶跑 但现在天黑了呀 天黑的话 AC妹妹随时引个身 你步兵拿他没办法 这里彩色再等 等自己的这个战争鼓术起来 另外一边守望再追杀那家 哎呀 这边杀你的步兵 你就杀到二级 那家一个毒标直接带走 我们看一下守望二级能会升闪现呢 还是升一个刀阵 这里的话怎么办 步兵的话 好升好了顶盾 升好了顶盾 打AC比较厉害一点 守望这里的话也开始屠弄了 哎 圣塔好了一个 圣塔也好 那守望的话 这个技能就感觉啊 受到了很大很大的一个影响啊 那接下来咋整呢 看一下那家有没有复活成功 那家还有十秒钟复活成功 好 这里顶顶服的慢 又把AC妹妹给整掉了啊 家里的话好 战争鼓术站起来了 现在只有两根塔 我有两个战争鼓术 AC躲在战争鼓术后面 疯狂往前冲 虽然说啊 在巅峰的职业选手当中 彩色黄体压的能力不是非常非常的猛 但从这波来看啊 它的一些细节处理都非常的到位 先把那家给赶跑 然后家里的话战争鼓术造起来 月亮景造起来 那家复活成功 再一次奔赴前线啊 看这一次 能不能把这个守望给弄死一次 两个战争鼓术门神 哇太强了 家里呢继续补月亮景 守望的话 哇即将到三级了 到三级之后 他还是没点这个二技能啊 二技能看到底是点啥 可以再一次敲民兵 一波TR又一波TR 这里先杀AC 先杀AC 把AC杀完 再处理一下你这个守望 守望生的是二级的炉标 这边圣塔被打掉 还有一根剑塔疯狂的修 家里民兵又敲了一波出来啊 哇这两根门神 太猛太猛了 接下来守望隐身 那家拿他没办法 FU的步兵 哎呀死的也差不多了 好守望二级独标 那家感觉还要正往好 两个人站住 呜呜呜 这边交了一个TB 那家直接堵死 守望回家 家里里面井水户 四五口月亮景 又可以喝水了 AC妹妹又开始处理这边的步兵 两个战争古术怎么办 太猛了 一根塔射不动 这里又开始堵你的这边的富特曼了 现在AC妹妹是不太打得动这个富特曼 但是我人多 再加上这个独标 步兵的话存活时间也不是很长 这里 哎 两根塔了 想射掉这个战争古事 但小精灵又羞了回来 另外一边的话 FU的那家还有七秒钟 再次复活啊 已经死了两次了 守望的话 经验值已经涨到3.4 那家还是1.2呀 哎 没办法 这边那家死的太快 无法享受这边的经验值 虽然说富特曼也是杀了好几个AC 这里守望又一个独标 家里的月亮景 后来已经六口月亮景了 这怎么打呀 两个战争古术 还是门神一样 处理在眼前 搞不动 守望 惶狂的收割经验值 这边即将到四级了 又一口月亮景好了 我的天哪 几口月亮景啊 四四加 三 七口月亮景 又来了 那家 再一次奔赴前线 两个门神 搞不动 守望即将到四级 那家还是一级 守望四了 那家还是一级 这里中的身份闪现 二级闪现 可以跳来跳去 跳来跳去 这边 彩色 终于要放这边的一个商店了 但是我 五个AC 这边塔已经立不住了 守望跳过来 那家好像扛不住 FG给我拉出几几 我们恭喜彩色 看来 像正面T2 精灵王 难度还是非常非常大 好 我们再一次 恭喜彩色 喜欢奔赏对抗的朋友 记得点赞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